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攻地藏水 需这几件事做得彻底清净 为什么说求地藏王菩萨 效果比较好呢 地藏王菩萨加持我们是很入微的 即便是很细微的事情 经上都给你说出来 其他的经没有说得这么详细 现在我们说的是修行 其实你听哪部经都是修行 你学哪部经 哪部经就告诉你怎么修 我们都想开智慧 地藏王菩萨说得很清楚 你想开智慧很简单 你早晨起来供上一杯水 供点香 供点香花 第二天早晨你可以再点上一只香 或者玩具什么东西都可以供养 完了发愿 你要是这样修就开智慧了 修行的方法很简单 就这几样事情 有些人感觉这几样事情不困难 但是对有些人确实很困难 不发心还可以 他发心供水这一天 天天有人请他客 又是吃婚 一吃婚他就得不到了 不去又怕生意做不成 又怕事情给砸锅了 反正总是不如意 当你没有发心的时候没有事情 一发心 障碍都来了 还有说瞎话 妄语 这个很难治 所以这几件事必须能做得彻底清净 确实能得到加持 修行就这样修行 这是开智慧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有记忆力的话 学英语简直不费事 别人一天能记十句 你能记一百句 乃至记一千句 别人跟你说一千句话 一粒耳根永不忘了 你的语言三倍 就得到了语言的记忆力 不是一般的 为什么他没有智慧呢 就是他有障碍 有障碍就是有业 如果这样供水 一喝就能开智慧了 有的人感觉到 这是不可靠的 因为这件事太便宜了 太容易做到了 但是你详细想 并不容易做到 你想七天当中不说假话 很难 像出家人在山里头 这几样应该做的清静 在山里头不杀生很难 山里都是一个人 你不能不做饭 做饭烧柴 柴里有虫子 你烧火 你把它烧死了 你犯了杀生 你是无意 不晓得 你要做法 把这个页免了 有很多的事情 看起很容易 做起来去很难 所以修行很容易 也很不容易 听听经很容易 但这里面也有很多障碍 这一回你听了 下回也许你听不成 等到要听经了 刚要出门 来个朋友有要紧事 跟你一说 你就回去了 就听不成了 好事多磨 障碍多得很 我们在三番市 经常的供水 也求开智慧 也是喝 但感觉说瞎话特别难 所谓说瞎话 不是存心有意欺骗人家 妄语包括很多 妄言 两舌 其语 恶口 其语是最难持的 有些弟子或有些道友来了 随便谈谈 谈些跟修行无关的话 竟说他家庭的事 或看见世俗的事 这法师陪助他说其语 没有什么意思 说这件事做什么呢 但是能不能让那些 到这里来的道友 竟说修道事 常接近我的道友 你们想一想 你们是不是到我这里来了 没有说其语 好多都是跟修道 跟戒 定 会完全不相干 这就是其语 有没有犯呢 很容易犯 我跟红爵法师两人 不说其语都很不容易 一天当中 每句话都在道上 很不容易 怎么办呢 不说话 少说话 说话的时候 先考虑好 为什么要闭关 打气 就是防备说其语 你来了我不见你 电话我不接 就行了 一天当中 就是修行 修个三七天 就差不多 三七天之后 就算你没有开 这样的智慧 自己也感觉不同了 前几天 有位弟子跟我说 他说他七个 七念地藏经 圆满了 他自己就感觉 跟以前不同 如果这七七四十九天 当中 都像经上所说的 这样做 不需要七七四十九日 三个七的就行了 如果没有 是在这个修行当中 还有许多不如法的地方 我们这里说的事 不是礼 要是讲礼 我们在礼上 所犯的错误就多了 有些事 我们做不到 像撒净 那个屋子里头 能让他节节修行 这在道场时候 做得很清净 这个不可能 这里头 还有很多的 那就更深入了 但是地藏王菩萨 在地藏经上 对我们的要求 并不怎么 身体供养一杯水 第二天早晨 把他喝了 完了 你应该做到那些事 这不是很简单 可是我们连最简单的 修行都做不到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